还会看到这么多人睡在外面 但由于真的没有办法协助到他们住宿问题 我们就拿了一大堆的内包 至少可以帮他们住宿 但是连城3点15分 所以我看我们就把面包子放在他们旁边 不要打扰他们睡觉 因为等过两个小时他们就要起身过程 你相信吗? 我一直会使用两个 结果是选付这么多的面包都分得完 因为太多人有数捷头了 这已经是我们找到的第13个 因为原来以为会用不完的面包 因为刚才一两点都找不到 然后三点多以为会用不完那个面包 就只有看到还有很多面包 我们现在在看的就是市场调查 要知道多少人 所以我们明天才知道要带多少面包来 吗? 旁边上都是找那些有盖的地方 然后 但是没有我只要的话 居住的是面子 那如果我自己选择睡 我会睡 我会睡不太高 果然还是找到了一个 随便在一个角度就可以看到多一个 这样这个大概是第 第十六四七个了吧 看他明显 有人睡的 可能他去上厕所 还是去工作 有树木的痕迹 来 再两次 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感觉并不是时间太晚而累 只是看到还是有这么多人没地方睡了 心很累 到底我们要怎样去帮助他们呢 到底这个疫情要多快才可以过去 让我们不要那么多人辛苦 然后不能回家 不要留宿街头 只是比起之前 我看到的时候 第一第二天的时候看到 我的那个情绪影响 就比较大了 现在 我已经 接手 我相信他们 我相信他们 这些 有事街头的人 也已经接受 有办法了 这就是 生活 这就是 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对他们 造成了一些不方便 和一些委屈 和 一大堆的无奈 那个无奈的故事 对我们提供 那我们也都会知道 这个密西